Hello 今天是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蔚 开始之前首先要感谢一下 CMC Markets和外联移民对本节目的支持 CMC 全球超百万交易员信赖的一站式交易商 外联移民 加拿大本地律师和移民专家为您保价护航 美国股市周五收盘涨跌不一 美联储宣布不延长疫情期间 向银行业提供的补充杠杆率豁免措施 这使得美债收益率维持在高位 但再度展现出暂时稳定的趋势 这也帮助了科技股回升 从而令纳指小幅上涨 但金融股遭到抛售 这个补充杠杆率豁免措施 也就是所谓的SLR豁免措施 值得和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这对于未来收益率的表现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补充杠杆率豁免措施 实际上是可以看作是 疫情期间实行的一个宽松政策 那通过允许银行降低持有的资本比例 增加持有美债和其他资产的比例 从而能够安抚债权市场 并鼓励银行放贷 这个宽松的资本规定 将在今年三月底就要到期了 而美联储是会延期还是中止 这对于现在的收益率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也就会直接影响到股市的表现 具体的细节 其实大家也不用详细了解 只要知道一点是 如果决定延期 那么商业银行至少将保留现有的美债 并可能会继续增持一些美债 这就有助于限制 现在美债收益率的攀升速度 但如果决定结束豁免 那么就可能会令现在的美国商业银行 出于成本的考虑而出售美债 那这样的话 就可能会加剧近期的 这种收益率飙升的势头 而就在今天 美联储宣布不会延长这个豁免措施 虽然美联储表示将会研究如何对规则进行一些更永久性的改革 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 但这也依然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因为这意味着美债收益率在三月底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冷静对待的 即便如此利空的消息出现 我们还是看到市场仍在延续再平衡的状态并没有失控 而即便这么大的消息出现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今日还一度回撤 虽然说最终并未下跌 但基本和昨天略超过1.7%的收益率水平差不多 那可以看出市场仍在维持着近期这种阶梯式消化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固定步伐 这对于股市是一个好现象 毕竟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美债收益率上升是一个必然 但投资者需要看到的是 股市能够稳步消化这样的情况 从而就不会给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 那这也再次向我们证实了一点 现在选股真的很重要了 不但是去年那种随便买就能赚钱的行情 一方面就是要寻找基本面真正好的股票 继续将自己手中成长股和周期股的比例 调整到一个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接受的状态 这样才能应对三月底之后 收益率再度迎来更大上升压力的局面 而另一方面就是针对无论是成长股还是周期股 都应该多关注一些估值相对合理和较低的股票 因为收益率上升实际上就是杀估值 而估值本身较为合理 甚至较低的话 受到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小 例如今天想再次和大家分析的Facebook 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Facebook这只股票我一直是比较看好的 但他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个横盘调整的状态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半死不活 但没想到就是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反而在这次科技股被杀估值的过程中 为他们带来了很强的韧性 今天在重返290美元后 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6% 看着不大 但在六大科技巨头中属于是第二好的表现了 第一就是Google了 但Google主要是因为2月初的那次财报公布后 单日跳涨了7.4% 不过自从2月下旬 美债收益率开始飙升以来 Google的表现就不是很出彩了 过去一个月下跌了3.5% 而六大科技巨头中 只有Facebook在过去一个月录得上涨 而且涨幅还超过了7%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在六大科技巨头中 Facebook的估值水平其实一直是很低的 甚至是最低的 而过去一个月逆势上涨了这么多 目前的估值水平 依然是显著低于其他五大科技巨头 这就造成在收益率杀估值的情况下 低估值的大盘科技股 自然就成为了成长股内部 寻找避险的追捧对象 而另一方面 之前美国大选期间引发的 争议和反垄断调查 产生的负面影响 有逐步消退的迹象 这给了Facebook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现在又有三个利好情况 可以更新一下 第一个就是Facebook计划开发 适合1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网站版本 来扩大Instagram用户的潜在受众 从而来增加本已经很庞大的用户基础 那社交媒体是赢家通吃的 所以牢牢抓住下一代用户群体 这个手段很厉害 那第二是 扎克伯格展现出积极应对苹果公司 iOS隐私更新 可能带来的广告业务的损失 一方面呢 他的说法是 Facebook有能力会应对好这样的挑战 因为他认为 如果很多中小广告客户 无法通过苹果手机 来追踪用户的使用习惯 可能反而会更加依赖 Facebook这样的平台 否则呢 他们的营销成本就会太高 而与此同时 Facebook也在推出更多的电商工具 从而增加收入的来源 用来抵消苹果隐私政策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那无论他们的做法是否有效 苹果这样的变化 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因为想要真正成为一家 万亿美元的公司 如果很容易 就被合作伙伴的一个变化 直接打败 那只能说明 他们的短板还太于明显 那第三个就是 Facebook昨天公布了 正在研发的新型智能手环 可以用来控制AR眼镜 那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 Facebook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在开发下一代的人机交互技术 而这个智能手环 将成为他们的AR 增强现实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将帮助他们在硬件开发方面 和苹果等其他科技巨头 展开更多的直接竞争 那据说他们的设想是 这个智能手环 可以通过传感器 来接收手腕上的神经信号 来捕捉复杂的手部动作 从而加强人机交互 解决AR领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输入信息 先不说Facebook能不能实现 光是对于喜欢听故事的华尔街而言 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故事 拥有足够的想象空间 那长期以来 Facebook一直在VR AR领域做出努力 那希望能够吩咐社交体验的同时 继续将收入多元化 不再局限于广告收入 2020年包括Oculus VR 头盔在内的非广告收入 已经超过了18亿美元 同比增幅达到了72% 所以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 Facebook也好 扎克伯格也好 本身确实存在很多争议 也可能很多人会不喜欢 但作为主流的社交媒体来说 说实话 我觉得很难做到没有争议的 毕竟社交的本身就是人 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但从投资角度来看 我觉得Facebook目前的这些行动 和发展方向 依然是有利于他们的基本面 所以我会继续看好Facebook 即便是在当前这种科技股 回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黄金方面 今天国际现货黄金价格 是小幅上涨了 当地时间周四周五 中美双方是举行了三场会谈 这是美国新政府执政以来 中美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 双方就进行了一系列的 激烈的公开交流 从媒体公开看到的情况而言 双方谈判并不顺利 这就给关税等实质性的问题 带来了压力 因此提升了黄金的避险需求 但收益率位于高位 相信依然会继续打压黄金 而且我觉得说什么并不重要 做什么才是关键 所以未来中美双方 在具体行动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才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也只有真正的行动出现 才能实质性的改变市场的避险情绪 从而给黄金带来显著的推动 原油方面 虽然今天原油价格适度反弹 但是本周美国WTI原油 依然累计下跌了6.38% 不能退原油也累计下跌了6.77% 主要是因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 已经连续四周路得增加 而且世界多地的新冠疫情 又有抬头的趋势 不过好在 欧洲多国已经计划 重新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如果能降低再度封锁的担忧 原油需求的改善 将帮助油价重新奇稳反弹 这也会给能源股带来利好 那明天就是周末了 在下一周我们可以关注一些财报的表现 首先就是像中概股 腾讯音乐 虎牙 斗鱼都将在下周公布财报 另外一些比较热门的股票 像GME BNGO BLINK 他们也会在下周公布财报 所以值得重点关注一下 另外下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还将发表讲话 所以也可能会给收益率的表现 带来一些影响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 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